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听友大家好 我们继续书节前文 那上回书咱们说到呢 这蔡玉使和董娇儿两个玩了一宿之后 是给他拿大红纸包包了一两银子 那话说这董娇儿呢 拿着这红包是吧 跑到后边就找西门庆去了 西门庆一看啊 说他以文职银生 是吧 那也没多少大钱给你 你就当一吉利的大红包收了也就算了 于是呢 就让吴岳娘是吧 给他们美人 那除了韩金川和这个董娇儿啊 就是各赏了五千银子 说到这我就特别不理解 是吧 那话说 头一天晚上吃饭 你还花了一千两银子 你打赏这么一个小铃 是吧 你才给他五千银子 你作为西门大官人 你是不是觉得有点抠了呢 我是反正认为这个事 我一直都没理解上去 那各位有谁理解明白的 那也不妨你跟我沟通一下啊 教教我 那话说呢 就打发着这董娇儿和韩金川俩呢 是从后门就离开了 这书童呢 就给这个淘洗啊 这个水啊 给人家洗脸 是吧 穿衣打扮 这西门庆呢 出来在厅上呢 也是陪着这个菜油啊 在那吃了饭 那话说呢 这手下等众人 早就都伺候了叫马 哎 准备过来来接 这西门庆呢 就跟他告辞 是吧 就一同往这岸边去 这西门庆又说啊 说学生呢 昨日说的那事 是吧 先生您到了那地方 是吧 您到了茶院之后 学生这呢 还有书过去 您呢 千万是给多担待一些 是吧 给多照应照应 这蔡玉史蔡优就说啊 说别说贤工 您有书信到 你只要是写我一个纸条子过来 是吧 学生我全是无有不行啊 全都得照搬 是吧 咱这关系谁跟谁 是吧 非常铁 于是说完之后呢 这两个人就共同上马 这左右跟随 是吧 就来到了城外 跑到这永福寺 借着这永福寺的长老方丈那呢 就摆了酒 见了行 也算让这个拜祭佛祖 是吧 佛祖保佑嘛 这来星儿呢 就跟着这厨艺 早已是安排下了捉洗妥当 李明无惠两个小优呢 也跑到这儿 给人唱歌 践行 话说 喝了几杯之后 没过了多大一会儿 这蔡玉史啊 因为着急嘛 是吧 准备要走 于是呢 就和这驸马呀 坐轿等在外边都已经凑好了 林行就跟这西门庆说 说这个我啊 这就要远去了 是吧 你呢 也不用远送 是吧 以后啊 咱肯定还有再会之期 新闻庆说 说这样 是吧 您要走 我这有一事啊 还得和您说一下 之前呢 这个苗青 是吧 苗青这案子呢 我估计您也知道 是吧 是学生我呢 当时给办的 但是呢 这个曾玄案当时在的时候啊 是派人往这扬州 去捉拿这苗青 现在呢 这事其实已经问明白了 而且呢 这属于旧案 如果您见到这宋巡府 是吧 这个这个宋御史啊 你见到他之后 还望你跟他说一句 是吧 这事就不要再办了 当时呢 本来也是这个曾玄案啊 这个他办的事 这个曾御史办的事嘛 所以说你不要再接以前的这些烂摊的 那这蔡优说啊 说这个不要紧 是吧 我看着这宋年兄呢 因为他俩是童年嘛 所以一直称作叫做宋年兄 那说这个事呢 我跟他一说 他准保把人就放走了 哎 这西门庆呢 又作一谢过 是吧 后来呢 咱说 等这个宋御史啊 往济南去 你这个济南是山东首府嘛 所以说他上任呢 肯定是在济南上任 至于说这个 清河县 东平府 只不过是人家辖内的一个小小区县 那来到这小小区县之中 竟然也跑西门庆府上呢 是什么 非常隆重的 哎 做了一番 所以说西门庆的面呢 是大了去了 那话说 往渠济南去的这个过程当中 是吧 这个蔡优啊 就跟他在船上啊 就碰面了 你想那个时候 这官道上的船呢 又不多 他俩这么大的官呢 那自然别人都必让 所以他俩碰面 哎 这个也在常理之中 这工人呢 哎 就派去下边到扬州 提了这苗青过来 这蔡优就说呀 说这个事呢 本来是这个曾公的旧案 你呢 哎呀 就别管他算了 那于是呢 把这事也就算说明了 啊 这个就把这苗青给放了 那放回家中 捣唤下这些官文啊 等等那些办妥之后 又来到东平府 是吧 把那俩船家 哎 这俩船家倒霉了 那就是斩立绝 就给杀了 安童呢 因为人家也没什么事 是吧 在那里奸着呢 只不过是作为一个证人 于是把安童就也给放了 那这里边书中有个引子 啊 有句诗写的好啊 说叫做 公道人情两是非 人情公道最难为 若一公道人情失 顺了人情公道亏 其实说这呢 咱也不难理解 是吧 很多时候啊 真的是公司难断 那包括咱有这老话 什么清官难断家务事啊 那你究竟什么是公 什么是私 包括自己执法的人 他有没有私 咱也知道 哎 那很多这个执法的人 可能说他个人受到一些威胁之后啊 迫于这些威胁 那他也屈服于这些罪啊 这个犯罪分子等等这些 那其实不正是公司难断吗 你说一个人真的可以为了公 把自己的老婆孩子舍了 说这个老婆孩子在人手里当人质 他我就是愚公 那你这个把我老婆孩子杀了 也就杀了 我不管 这事我也要公理公道的去给他判 那你说这个事 这个人他还真的是公吗 所以有些时候啊 是公是私 咱们确实是很难分得清 那蓝陵俏俏生此时所做的这首词呢 也算是很符合这人性的实际情况 确实是公司难辩啊 那且说呢 这个西门庆就要把他往这个船上送 啊这蔡御史说说不用 这个贤工你啊 也不用送这么远 那就此分别就可以了 你送上船 你这个不好吗 是吧 哎 毕竟我这么大官 那西门庆呢 哎 想了想 当然这个蔡御史没这么说 西门庆呢 也就迁就了下来 哎 按照他说的也就这么去办了 于是西门庆说呢 说这样 那我拆我的下人啊 是吧 把你这个东西呢 哎 给你送上船 以及陪同你给你送上去等等这些 这这个蔡御说说那倒好 是吧 于是这西门庆自己就返了回来 哎 派几个小童跟着把东西啊 都给抬上去了 话说西门庆呢 返回这寺庙之内 哎 看到这个方丈就在这方丈对面啊 坐了下来 这长老呢 看西门庆过来 也是合掌问讯啊 说这个 呃 这个阿弥陀佛 是吧 这个地上查来 这西门庆呢 也是打理相还 话说西门庆一看 他说这老爷子长得比较富泰 是吧 虽然是出家之人 哎 这个叫雪眉焦白 那这个眉毛啊 是你想这个瘦眉吗 这个眉毛长 形容这个人是高瘦 那所以说就问 说长老您多大年纪 这长老说小僧今年七十有四啊 那你换作今天 你说七十四岁老爷子 很厉害吗 哎 这个岁数呢 这个年岁倒也不低 是吧 但是你说他真的高瘦 其实我觉得谈不上 现在啊 就是说平时因为我这人比较好锻炼嘛 我去锻炼那地方有一老爷子啊 在户外这个单双杠 老头八十四了 八十四岁还能坐着单双杠 上下自如的在那坐着 所以说现代人的这身体啊 比古代的时候强多了 那个年代老和尚七十岁 那七十四岁就可以说是高瘦啊 这西门庆当时就非常惊讶 说您老这么大岁数还如此康健啊 于是就问这老和尚 说长老您法号是什么呀 老和尚还礼说到呢 说小僧法名啊 叫做道奸 你看这个道奸 他为啥不叫佛奸呢 是吧 哎 正常来说这个道 那你这个如是道嘛 那你正常道这个东西 应该属于道教的东西 是吧 所以说作为一个和尚 他有法号叫道奸 这似乎平常真的没有听过 那说到这呢 不妨我这往歪了想一想 是吧 这个寺庙 因为包括后文书写的一些东西 你就会知道 七十所影射的都是什么 都是男女之事 那这个时候 说这老和尚法名叫做道奸 哎 这奸是什么呢 哎 那当然各位您可能听到这儿 也都想到了很多东西啊 形容他坚硬无比 是吧 哎 就形容男性的那个 某些器官 是吧 那当这你说 我是我胡思乱想吗 其实也不尽然 稍后您就知道 这后文当中又描写了哪些事情 好 那话说呢 又继续问道 说这个您有几位徒弟啊 长老说 我只有两个小徒 是吧 但本寺修行的呢 却有三十余个僧众啊 这西文庆说 说这寺庙呢 倒是很宽大 但是只是觉得有点年久失修了 长老说到啊 说不瞒您西门爹说呀 说这寺庙呢 本来是周秀老爹盖造的 啥意思啊 就是那周守备家里的家庙 是吧 这自己家修的 但是后来因为呢 这个手头钱也不宽裕 这年久失修 所以呢 现在就觉得有些破败 西门庆说 说这样呢 既然是周爷的香火院 那这个呢 也不要紧 等回头啊 你就跟这个周爷说 是吧 也写一个这个叫原部啊 咱再画一些原 我这呢 也在资助你一些 那到时候 你这个寺庙不就又 这个辉煌了吗 是吧 于是呢 就喊来代案 说这个 你取来一两银子 给这个长老 说今日啊 多有打酒 这道尖说呢 说小僧不知老爹您来啊 我这儿啊 也没预备什么摘购 西门庆说 说不要紧 是吧 你安排我到后边啊 去耕耕衣啊 把这衣服换一下 这道尖呢 就连忙啊 让这小沙迷开门 让西门庆往后去走 且说西门庆跟了衣 哎 走出来 看这方丈后面呢 有五间的大禅堂 里边呢 就有许多云游的和尚 在那敲着沐鱼啊 看着经书 这西门庆呢 闲来无事 是吧 信部就走进来观看啊 走一走看看 看看这些这个老和尚啊 是吧 都什么样子 且说呢 他看到一个和尚 哎 长的呢 形状就非常的古怪 是吧 相貌呢 非常的不正常 生的呢 是抱头凹眼 叫色若子干啊 带了是叫激腊一样的菇 啊 穿着一领呢 这肉红色的直端 这下边的胡须呢 也是乱滋碰着 是吧 咱可以想象 是吧 你这个有点 哎 这个卷毛的意思 是吧 这胡子也是烂卷着的 咱一听这形象 感觉有点像哪呢 有点就是 这个不是东土大唐人士啊 这一听是西域高僧 是吧 但在西门庆眼里呢 因为没见过外国人嘛 所以说觉得他长得就非常奇怪 那话说说 这个人长得这么怪 是吧 必然是一个古怪的真罗汉 叫魏厨的火性毒眼龙 啊 这个是真东西 哎 有家伙 那于是呢 就在这蝉床上 看着这个和尚 是吧 搭了个脑袋 把这脖子呢 是缩到脖腔里 那这个形象 觉得怎么有点像 这个老乌龟一样 是吧 然后呢 这鼻孔中啊 留下叫做浴灼来 那什么意思啊 就个大鼻涕都躺下来了 觉得非常的乐腾 这西门庆呢 哎 就心里纳闷 说这个人啊 这行为举止 包括打扮的 都绝不是凡人啊 看他如此异象 那必是以高僧 于是呢 这西门庆 想着想着 哎 就准备要把他叫醒 于是就高僧喊道啊 说那位僧人 是吧 您醒一醒 说你是哪里人士 何处高僧啊 叫了半天啊 也不答应 于是呢 这西门庆就又喊一声 还不答应 等第三声喊的时候 只见这僧人在蝉床上 是吧 把身子打了个挺啊 伸了个懒腰 那然后睁开一只眼 那这个瞟了一眼 西门庆 就问西门庆 说这个 莫非你是喊我吗 西门庆说 是啊 我正是喊您 于是这和尚说道呢 说贫僧啊 行不更名 做不改姓 乃西域天竹国 哎 下面这几个地方 您记好了 是吧 一个叫密松林 齐妖峰 寒庭寺下来的胡僧 那您说 这什么地方啊 密松林 齐妖峰 以及寒庆寺 您把这仨词仔细想一想 他描述的是不是人体 是吧 这个包括女性的这个人体啊 这个 这些很重要的器官呢 其实不是我在这瞎说 是吧 那各位好奇的话 很多人都已经做了这种评注 对于这块的描述 因为这个人不是别人 他正是卖 哎 一个非常牛的药 给西门庆的人 那就是卖的什么 春药嘛 于是他继续说道 说我是这胡僧 云游至此 叫施药寄人 说问这西门庆啊 您有什么事啊 西门庆一听说 既然您是施药寄人啊 那我问您 有没有这滋补的药啊 哎 这和尚说 我有我有 那话说西门庆 为什么听到这儿 两眼放光了 是吧 炯炯有神 为啥呢 因为西门庆啊 天天是纵欲过度 那总觉得 还在想多做几回 但是身体呢 可能承受不来 那话说 碰到这个西域的河上呢 咱说这西域啥地方 西域天主国 这不正是现代的印度吗 是吧 那话说 碰到印度人 是不是想起了印度神游 我不知道 反正是觉着 哎 你这有好药啊 有这个壮药药 于是呢 就问这和尚 所以说 从这儿咱也能看出来 这和尚来的这地方 是吧 密松林 齐妖峰 啊 亭寒寺 其实都象征着 这种性的这个暗喻 那也言外之意 他卖性药呢 就非常 卖这个春药 就非常符合 这文中的铺垫了 于是西门庆说呀 说您既然已经到这了 是吧 您能不能跟我到家去一趟 然后您 这个弄我点药 这胡僧呢 就挺了起来 是吧 在床头取了自己的铁拐棍 煮着 背上搭了一个皮搭脸 搭脸里边搭着两个药葫芦 走下禅堂之后啊 就往外走 这西门庆一看说 我请人家 人家这二话不说 就要跟我走 这实在是一个爽 爽朗的神僧 是吧 于是西门庆就吩咐 带安啊 说这个咱别怠慢了 是吧 您雇两头驴子啊 跟着师父就一起跟我回去 是吧 我看这神僧啊 究竟有一些什么好用 那话说 这胡僧就说到啊 说这官人呢 您也不需要破费 你骑马走你的就行 我不用 我用我这脚力赶上就可以 那话说呢 这个老和尚 那说这个 我呢 也不骑牲口 肯定走到你前面去 哎呀 西门庆一想 这有神行太宝 带宗之功效啊 是吧 我这骑马都没人家快 所以说这和尚啊 肯定是一高人 于是呢 他又怕这老和尚 是吧 吹牛啊 吹牛吹大了 自己跑了 所以呢 就吩咐这带安 说你好歹啊 是跟上这高僧啊 跟他一起作词 是吧 于是呢 就作词了这长老 上马 这扑聪等众人跟随 静止返回来家 话说那一天呢 正好赶上是4月17日 没想到这一天啊 俩人生日 重了 一个是王六的生日 另一个呢 就是家里的礼娇人上寿 啊 家里边有很多堂客 来这吃酒嘛 但后上时分呢 这王六一看 家里也没谁用的 是吧 这小丫头啥的 出门也不方便 于是就喊来他自己的兄弟 这王静 去请西门庆 就吩咐他 说你只啊 在这宅门门手 寻这代安说就行 千万不要上里边说 因为家里边 房里这些人 还不知道 这王六和西门庆 搞的鬼事 那话说 咱真知道 还是装着 装着不知道 还是真知道 这个我也不知道 是吧 因为反正这事传的呢 已经是满城风雨 你说西门庆家媳妇 真的就那么傻 不知道这事吧 我觉得也难 那话说 在门外呢 是处了一个时辰 啊 这一个时辰 俩点嘛 俩小时 正好赶上这月娘和李娇儿 送这妓院里边的李妈妈 出来上教 那话说 来到门口呢 看到这一十五六岁 扎着这个包记的小丝 就问是哪的 那小丝呢 也不知道怎么地 啊 就走到了跟前 你看着吴月娘害怕了嘛 跪到地上 磕了头 说我是韩家的 寻这安哥呢 过来说话 哎 这月娘就问 说哪个安哥啊 因为家里边这安比较多嘛 有戴安 有平安 等等这些 这平安啊 在旁边看着 就恐怕 这吴月娘知道 他从王六那来的 于是呢 就连忙岔开话 上前啊 就拉过一边说 说这啊 是韩伙计家过来 寻这戴安的 问这韩伙计啊 啥时候过来 是吧 拿这话一哄吴月娘呢 这吴月娘也就不言语了 反正啊 装傻充愣嘛 有时候大智若鱼啊 就要有这个精神尽头 那吴月娘就返回后边去了 且说这不一会儿功夫 戴安跟那个胡僧 就真的率先来到门手 那各位您听到这 西文庆此时啊 还没有赶过来 所以说这胡僧呢 真的不是吹的 确实很厉害 那究竟后闻这胡僧 卖给西文庆一些什么药呢 咱们下闻再说 谢谢大家 各位听友大家好 欢迎您的持续关注与支持 在片尾我也做个小广告 希望您如果觉得我这段子还好 帮忙宣传推广一下 更多的关注和支持 才是我坚持下去的动作 最后一句老话 希望您有钱的捧个前场 有人的捧个人场 兄弟在这儿先谢了 我们下期再见 七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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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er 持续关注